我们可以看见 它身体的体温分布还是比较均匀 但是在下胶这个地方温度非常的低 多囊卵巢 但是它的头面部位面颊是鲜红色的 那说明面颊这个温度非常高 咽喉这个地方的温度也是非常高 多脉基本上看不到 多脉不通 热脉也不通 那么像这种情况呢 我们就认为它是上热下寒 上面头面是上胶 那么我们正常人应该是亲戚在下 这个正常人呢 应该是下热上凉 如果要出现上热了 我们就管它叫什么 浊气在上 则生肿胀 我会讲到这里